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十一月三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三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文章介绍了有关于彭帅对于张高丽性侵指控的更多消息 华尔街日报看到了彭帅帖子的截图 文章介绍这可能是共产党执政期间 对这样一位高级官员直接提出的最公开的指控 而且是在明年备受关注的中国领导层改组之前 文章介绍国务院没有对于任何评论请求作出回应 而张高丽本人无法联系到 张高丽本人出生于一九四六年 曾在中国主要南方省有职业生涯 而在中国较发达地区多有领导经验 包括广东的城市深圳以及大型制造业基地山东 而与张高丽相识的人认为她是执政党员中一个相对较为低调的官员 华尔街日报引述人民日报在二零一三年曾经发表的文章中表示 张高丽本人喜欢打网球 当时她正成为副总理 而彭帅则是中国顶尖的网球运动员之一 彭帅对于张高丽信心的指控在网上引起了轰动 即使在原微博被从中国互联网上删除之后 许多人认为 他们认为这是中国有权势的政治人物 利用他们的地位来获取性好处的证据 而同时华尔街日报介绍 值得注意的是官方报道表示的与前政治局常委张高丽一样的失宠的前官员 比如周永康在二零一四年因为腐败相关指控而被定罪时 也包括对于性行为不当的指控 而再比如华融资产有限公司董事长赖小民 从二零一二年到二零一三年因为汤污被解雇时 也曾经披露他有一百多位情妇 而周永康和赖小民都从来没有机会对指控进行回应 华尔街日报介绍 彭帅对于张高丽的指控 也是在明年年底即将召开的共产党代表大会之前 一个十分微妙的时期所提出的 而在这一次会议上 党预计将进行领导改组 习近平预计将获得第三个五年任期 实际巧妙还在于习近平和其他党的高级官员 将在下周审查决议草案 所谓第三个历史成就的总结文件 这将使得习近平与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样 成为拥有正式重新解释中国现代历史所需绝对权威的领导人 意义非同寻常 而有趣的是 华尔街日报的这一篇文章并未属上记者的名字 在记者名字上仅写一位华尔街日报记者 普遍认为这是因为消息十分敏感 为保护记者个人身份所致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跟军事有关的消息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五角大楼在周三发布新报告 表示中国日益增长的核武库的扩张速度超过了美国军事官员一年前的预期 报告主要强调了华盛顿对于北京给予建造更多核武 还有其他尖端军事技术的关注 美国认为这是对于美国权力和全球稳定的严重威胁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警告 中国最近在超高空间导弹技术方面的进展 代表着军事力量平衡的根本变化 当时米利表示我们正目睹全球地缘战略最大转变之一 当时他谈到的是中国在核能力空军和海军方面的进展 以及对于高超音速导弹的测试 在阿斯鹏安全论坛上 米利还表示中国的高超音速导弹能力 人工智能和积极技术所强调的军事技术的阶梯式变化 是自空装力量集结化和雷达 为整个二战期间成为决定性技术以来最大的变化 米利还表示 如果我们美国军队在未来十到十五到二十年内 不对自己进行根本性的转变 那么我们就会在冲突中处于错误并且不利的一方 根据五角大楼的报告 中国核武库已从去年估计的二百多枚可交付核弹头急速膨胀 到二零二七年可能达到七百枚弹头 到二零三年可能达到一千枚 而五角大楼报告还表示 无论最终制造了多少核武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会继续声称和其他核大国一样 遵守保护其安全利益所需的最低限度核能力 中国一直拒绝接受国际军队控制协议规定的限制 认为拥有最大核武器储备的美国和俄罗斯 对遏制其核武库负有最大根本责任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美联储有关消息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CNBC的报道 美联储在今天表示 将从十一月开始削减每月的债券购买量 计划在二零二二年结束购债 但美联储坚持认为高通胀将被证明是过渡性的暂时举措 可能不需要快速提高利率 美联储指出全球供应困难增加了通胀风险 但表示这一些因素预计是过渡性的 需要缓解以实现预期的通胀下降 美联储表示 鉴于经济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一步进展 将开始削减债券购买量 中人们广泛预期的那样 这标志着从二零二零年三月为应对大流行病 造成的急剧下滑 和大规模采源经济而制定政策的正式转变 但是即使在宣布美月购买一千二百亿美国国债 以及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削减一百五十亿美元的同时 美联储并没有发出明确的信号 表明何时可能通过提高利率 开始下一阶段政策的正常化 而同时在公开市场委员会为期两天会议结束时的声明还表示 经济活动和就业继续加强 但是没有改变即将基准隔夜利率保持在近零附近的意图 直到通胀达到百分之二附近 总的来说 美联储认为 仍然相信最近的高冲涨率会有所减弱 但是语言上的微小变化似乎表明美联储官员认为 这一过程需要更长的时间 按照美联储的首选衡量标准 也就是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 从五月份以来通胀率已达到目标率的两倍 但是官员们不愿意改变政策前景 直到明确价格上涨的速度不会自行缓解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驻华大使有关的消息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 在周三支持了拜登总统提交的十四位外交职位的人选 其中包括职业外交官尼古拉斯伯恩斯 他预计将担任中国大使 以及前芝加哥市长拉姆伊曼纽尔 将代表美国做主日本大使 这些提名人仍然必须赢得参议院全体成员的多数支持 但是所有目前的提名人在委员会层面都得到了两党的支持 普遍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明确信号 表明他们将最终得到确认 目前还没有有关于参议院全体会议 何时对被提名人进行投票的消息 有一段小插曲是民主党参议员默克里 在委员会会议之前宣布 他将不会支持伊曼纽尔 伊曼纽尔在他就任芝加哥市长时曾被指控 对一位黑人少年麦克唐纳被一位白人警察谋杀仪式进行掩盖 在听证会上伊曼纽尔对围绕麦克唐纳之死的事件表示遗憾 并表示他每天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后来他的提名得到了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的支持 伯恩斯在十月二十日的确认听证会上 对与中国打交道采取了强硬立场 预计也将轻松赢得确认 感谢您来到由我李奇Lizzi为您带来的今日华尔街频道 在看过节目之后 如果喜欢请别忘了为节目点赞 也请您在留言区留下您对节目的见解和意见 如果您是频道会员的话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回复您的留言 解答您的疑问 另外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话 请记得要订阅频道 并且打开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节目发布的最新信息了 再次感谢您观看今日华尔街频道 我是李奇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